組我半屆 最聰明的人,你看周梁 很多人來的那班人,香港U畢業那些人 中大畢業那些人,張敏儀都入電視台做 因為那時候覺得電視有潛途 現在又不是入電視台做,又不是入電視台做的 全部去製造股票,做investment bank 還有,做網台 你如果那樣東西不是有潛途的 你就吸引不了人才 你越吸引不了人才,果然就沒有人才 你就證明是self-fulfilling prophecy來的 政治真的沒有人才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例子 就是民主黨這個例子,就引證到你現在講這個問題 是啊,而且因為那樣東西是要growing的 才會吸引到人才 就是說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他說現在這個年代的人很慘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經濟發展得最快 我們那一輩的人就霸了所有重要的位置 那他們就不會死,又不退休 即是有段時間,所以遲一個generation的人 其實很難出頭的 其實就是 早一輩的人,第一就是打仗,受教育受得少 他們很難擋住我們那輩的人上 我們那輩的人已經受了教育 就擋著下輩的人有長命 擋著下輩的人就上不了,你知道嗎 其實香港的,大家看過四代香港人就說這個 就是說在80年以後出生的香港人很嚴重 就是因為Baby Boomer 第一,他們一早就受了足夠的教育 第二,上位佔他在重要的位置 然後經濟就沒有crows得那麼快 於是開新位就開得少很多,對不對 而這班人仍然是大多數 因為前後的BB都少 大家投票都投贏了 現在30歲到60歲這幫人是最多人的 就是這樣 那是不是我們阻止政府處理? 是,阻止了地球處理 其實是這幫人 是form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一定是惡了的 其實政治上可以體現到這個問題 譬如說那些立法會員 都是在Baby Boomer這個 category 裡面 是的 那你就真的妨礙了後面的發展 現在越阻越嚴重 越阻越嚴重 而且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都說 economy 你說的economy grow得有幾快 有幾多新位開 politics這個industry 是萎縮中的 就是來來去 只有這麼多的立法會議員 六十個立法會議員 還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市政公 就是越來越小位 你明白嗎? 小位哪有人上位才可以的? 就是你從一個生意的角度來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個job opportunities不夠 就是不夠 那job opportunities不夠 那job opportunities不夠 自然沒有人投入 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這個看法 是不是我們可以當政治 都是一個market來的? 什麼都是的 就是沒有東西可以被免得過的 其實是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市場的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從這個角度去考慮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我很反對 考慮說這件事不用你的匯率 不用你的效率 什麼叫不用你的效率 什麼不用你的效率 就是說 無論多少錢 你都要做的 你可以說不要效率 這個世界上 有多少樣東西是可以不算錢都去做的呢? 就是這樣 如果你每樣東西都不算錢去做 你就很快一個月後你一定會死掉 這個是整個population是會滅亡的 你只要有少量的東西是valuable 你可以不算的 就是我們對人命 對人命 有時候可以不算 你明白嗎? 對有些人道主義可以不算 什麼都不算 不算不算的效率 那就無法生存了 不惜任何代價 我可以用一億元 一億億元去搞一條人命 結果你都是要講考慮 你有沒有一億億元 就是這樣 或者過一億元可不可以做了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 這個一定是要 不惜任何代價 不是 這個是犧牲不到最後關頭不敢平原犧牲 就是極少數的東西是valuable 我們可以說我們不惜任何代價去做 你都為了一條女兒 你很愛 立即由二十三樓跳下去 掉了一隻 你不能夠為每一條女兒都跳樓掉了 你為每一條女兒都會跳樓 你明天就沒命了 是不是